第一名,也许我们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的第一届快乐男生,那一届可谓是实力爆棚,那时候已经有名气的张杰也参加了,但是名次不尽人意,仅仅排在第四名,可是这完全阻止不了张杰前进的步伐,张杰的成就无需多说现在,他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,乃至整个亚洲,张杰都是很有名气的。 名声乃身外之物,最重要的是,他跟谢娜结婚了,而且现在很幸福,基本上什么都有了,羡煞旁人。 第二名,魏晨那时候总决赛的排名是第三,成名后的魏晨不仅仅在音乐上有突破,而且还演上了电视剧。 也许我们都知道,一起来看刘星宇,这部电视剧音乐有所成,在演艺事业上,添上了一笔,后面他也参演了几部电影。 成就虽然比不上张杰,可是已经是不错的了,至少他的名气现在还在,他还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呢。 第三,陈楚生那时候是总决赛冠军,陈楚生一手有没有人告诉你红遍全国的大街小巷。 可是陈楚生就像一阵风一样,吹过就没了,基本上很少听到他的消息。 我们抛开他一切事情,单单说他的性格,陈楚生性格低调,对他来说,音乐就是音乐,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存在。 他是很好的音乐人,可是不太适应现在商业化的娱乐圈,也许这就是一直诺诺无闻的原因,但是陈楚生现在还是坚持做音乐,我们能听到的依然是最纯的陈楚生。 第四,苏醒那时候是总决赛亚军,对于苏醒,我觉得跟陈楚生差不多,真的就是他是做音乐的人,容不得虚假的东西。 他不是不红,而是走的路线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,但是他走的基本上就是纯粹的音乐路线,虽然不红,可是他真的在做音乐。 怎么说呢?听过赵雷说过一句话,我选择做音乐,我就不会想着过富足的生活,之所以喜欢苏醒和陈楚生。 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表演自己的音乐,他们算不算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呢? 他们订阅,我们的愿者们感觉了。 有些程度感觉,我们的那种姿素能处理。 我们能处理好的一种心理由、早味边缘我 truth生,